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二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议案 表明如果中国限制美方人员进入西藏 将导致中方主管西藏事务的官员无法入侵美国 周三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公开指责中国 试图干扰美国的中期选举 那么美国对华战略到底在做什么样的调整 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这些问题在舆论界形成了新的焦点 前不久在全国深化民营企业民主管理的研讨会上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表示 民营企业要让职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 共同参与企业管理 而要推动这样的民主管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有人说这是要回到公私合影的时代 没收私产的节奏 那么民营企业真的需要所谓的民主管理吗 为什么中国领导层发出这样的信号 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老朋友 一位是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亚良教授 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 夏明博士 他通过skype和我们联系 与以往一样 我们的节目将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Facebook Twitter 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播出 欢迎各位提出您的意见 好 欢迎两位 那么从现在的形势看来 就是美国对华战略进行 正在进行一波紧密的调整 我想请问一下夏教授 你觉得这一波调整 它主要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一个就是冷战后 就是过去的那个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认为 最大的威胁已经消除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终结 但是现在来看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新冷战已经开始启动 也就是说 以中国 俄罗斯 朝鲜 伊朗 叙利亚等国 为一个新的 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新的这样一个集团 但是现在有这样一个迹象 所以现在美国呢 由过去比较被动的一个方式 就是中国呢在战略上进行不断的扩张 比如说一带一路 甚至呢在有些国家 南美洲国家建立军事基地 而且是秘密的军事基地 比如说在阿根廷 这个我是在2014年11月份 我就知道有这么个事情 但是后来我向阿根廷的一些政府官员求证 他们的回复说 中国帮助我们建立宇宙航天这个中心 跟军事目的没有关系 但是事实上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的机构已经证明 那跟军事是有关系的 然后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 中方一方面通过网络攻击 攻击美国的军事目标 还有美国的政府目标 窃取了大量的机密 另外呢派科技人员 获取美国的技术和商业方面的机密 所以种种这些东西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国家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同时呢 中国现在又通过 其实上次大选的时候 已经在部分的干扰 比如说通过像克林顿基金会 搞政治献金 让企业家出面做白手套 那么这次呢 他又直接干预中期选举 那么川普对此感到非常的愤怒 所以呢 现在美国也是公开出手了 就过去呢 如果讲双方是在暗中较量 那现在呢 就是摆到台面上来做 你提到摆到台面上 而且你用了新冷战这样的词 我记得你好几次用这个词来定义 我最早是2014年提出来 在我的智库里边 我的很多同事们不同意 好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夏明教授 你同意新冷战这种说法吗 对 我基本上那个同意 这个有一个字的转变 应该说是进入新冷战 或者一种非常规的新的一个战争 包括是不是用金融武器了等等 这里边呢 有两个我想 第一呢 就是说从那个规模上来看呢 它设计的事物 传统上来说 中美呢 有三个就是令人呢 总是感觉到记手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把它给总结成 就是三T了 一个是台湾 一个呢 就是西藏 然后呢 一个就是贸易 所以今天你看到三T同时的那个登台 这点当然是非常重要 另外呢 就是中美的冲突呢 总归经常是在经济层面呢 大家就是吵吵闹闹 打打 继续往前走 平平走走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 贸易层面呢 已经影响到东美的这个政治和战略的关系的 也就是说中美的政治和战略的地缘政治的合作了 基本上完全破裂 出现了一种对抗 而且美国把中国 指定为就是美国的第一个就是挑战性的进阶性国家了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三个呢 你可以看到美国在过去了 他已经放弃了所谓的政体的 就是对中国的进行政体转变了 或者就是说中国人说的这个和平演变了 因为美国其实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 对中国有一种放弃 有一种让步 或者至少有一种妥协 但是今天如果你看到特朗普总统在联大的这个讲话 对中国这个直接在美国的心脏地带 在爱荷华了 对美国的中期选举进行那个影响和操纵了 那么也有一点显出 而东美的这个政体了 在基本的价值观念上了 发生冲突 所以我觉得夏宜良教师刚才 那么你们两位都同意用新冷战来定义 目前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 一个整体的态势 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 刚才夏教授随上已经分析了 就中国在这么多年来 他的一些做法引起了美国的不满 那你能否从美国的角度来谈一下 他做出这种调整的动因 我觉得这是一种必然 因为意识形态之争 制度之争 价值理念之争 按照过去亨廷顿教授的那个文明的冲突 那个当然还要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宗教的因素 其他的就是在宗教基础上形成的几大文明 这样之间的这些冲突 那么我想这里边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因为其实川普呢 是在重拾里根总统的当时那种国际战略事业 因为这个当时里根所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强大的敌人苏联 而现在呢 中国也是成为了这样一个替代者 而前苏联呢 并没有完全消失作为一个竞争者的 或者这样一个敌人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 美国等于是增加了对手 比那个时期增加的对手更多 还包括恐怖主义 所以美国面对这样大的肯定 这样大的威胁吧 这个威胁呢 是需要进行比80年代 还要更加集中的战略 或者更加有效的战略 否则的话 不足以来对付这么多的这个对手 那么讲到目前这个战略调整 我们看到实际上迹象很多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 还有前面列举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新闻 比如说星期二的时候 也是26号 美国的B52战机飞龄的东海和南海的上空 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 就是实际上它体现出一个整体的一个态势 那我想请问一下夏明博士 那么贸易战在整个战略调整的体系当中 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对 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压长使 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跟美国走到一起了 在很多地方在美国获得利好 其实主要是中国贸易的 而美国也是因为觉得这种贸易合作 它的重要性对中国在政治上进行了某些容忍 甚至有一些随进政策 但是今天有一点就是说 特朗普总统他的整个世界观 或者他的整个经济政策 跟以前的全球制度有些不同 他更多的强调爱国 更多的强调美国的优先 所以他用了一些对等的手法 也就是说如果你中国用保护主义来对待我们 那我就要用对等的方式对你来进行还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贸易的冲突 那么结果出现了就是升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中国来说 因为它目前的一个所谓的最大的安全 它叫做政体安全 但是而政体安全它的合法性又建立在经济的业绩上 而现在这个贸易战的出现 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出现很大的挫折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本身就在下滑 而且今年是在近几年第一次出现 中国的经济总量的增长 是少于美国经济总量的增长 也就是说中国以前它画的这个就是蓝图 就是要总量上在GDP总量上超越美国 今天变得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的经济战争使得中国在战略上 政治上和身体安全上都感觉到非常的不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中美 他们两个发生冲突了难解的一个原因 那么从目前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来讲 我们说从总体上来讲 特朗普总统 特朗普这一届政府 它是起的主要的作用 或者说就是从它开始的 那么整体来讲 我想请问一下夏梁教授 你觉得这个政府当中 哪些人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实我要讲一点不同的意见 就是在川普上任之前 在奥巴马任期的晚 比较后面的一点 对整个对中国的战略 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就是战略重心 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 过去传统上是对欧洲 美国的战略的主要的力量放在欧洲 但是后来调整到亚太地区 以中国为主 所以我觉得 川普上了海以后是全面的 全方位的进行了调整 但是在那之前 美国已经部分的意识到了 中共的威胁 或者至少这种竞争的压力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客观的一个说法 那么现在这种调整的话 如果说仅仅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维持现状还不够 你看到美国的军费实际上是增加的 川普一方面觉得 纳税人的负担很重 要削减军费 但是削减的是不必要的部分 但是在很多方面 它实际上总体上是增加的 另外在战略力量方面 它建立了新的军阻 新的这种对付 包括网络上面的攻击目标 以及其他的一些 包括太空的作战能力 这个方面都是重新集结 重新定位 所以我觉得这是 从战略上来讲的话 有了相当大的思路上 到实际运行方面的变化 那么从目前特朗普政府内部 有几个人对于战略调整 是很关键的 我想请问一下夏敏博士 其中博尔顿 我们大家实际上就看得比较多 你怎么看待博尔顿 在整个战略调整当中的作用 对 博尔顿 其实像我们揭示的 就是现在川普的内阁的一些国防 国家战略上的人员 跟以前的所谓的 我们说的要新保守派 就是尼尔顿 我觉得就有一种比较近的关系 刚才我也同意 就是叶良他的意见 就是说美国的这种调整 不是说在川普总统时期才开始 在奥巴马任期开始出现 其实我们如果想想 在布什总统2001年的时候 那么他的这些新保守族 他们提出的一些设想 尤其是当时副总统切尼 他们的一些 其实当时已经是会把战略调整到 以中国作为它的重要的挑战者 但是当然因为有恐怖事件的发生 所以给中国政府有20多年 所谓他们说的要发展的机遇期 那么今天你可以看到很清楚了 特朗普总统还有美国国务院 最近他们的调整就是把中国 直接作为他们的工作的重点 和认为是最危险的挑战因素 当然这个和博尔顿是有关系的 另外你可以注意到 就最近伍德华德 他的书里面提出了 美国的总统是有双轨 而且我的分析可以感觉到 纽约时报的这幅信 应该是由美国的国家安全系统的高关系 所以他就提到美国总统制里面的双轨制 也就是说美国在内阁里面 有一批这些将军或者军人 或者这些国防国安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在为国家不断的工作 所以我相信不仅是有博尔顿 而且有凯利将军 而且有马蒂斯将军 我觉得他们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现在就是班农离开了白宫 但是他说他离开白宫 并不说他就不发挥作用 而是要从草根去协助斯兰普总统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批人 确实在积极的推动政策 夏宾博士实际上提到了 目前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 就是主张对华强硬的一批人 或者把它叫做对华的鹰派 夏宾先生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鹰派的一些东西好吗 首先鹰派过去就是说 对这个意识形态的敌人 尤其是苏联 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 在里根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 那么这个现在 川普利用的团队里边 有很多人有过在里根政府 任职的经历 受到他们的很多的意见 在里根时期就受到过采纳 所以这些人呢是重返政坛 或者是通过间接的方式 继续的对现任的政权产生影响 所以无论是军界还是贸易界 我们知道这个纳瓦罗 他的这个贸易主张 其实也被称为鹰派的主张 所以呢不仅仅是在军事领域 在经济国防安全外交各个方面 都更加的强硬 所以我想现在呢 那个对一些在美国的间谍机构 和间谍个人进行了类似于 我觉得现在已经开始 这个氛围越来越接近于 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那个氛围 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 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觉得这样的话 有的人会担心会不会过 万一要是讲扩大化 会不会对华人都产生了一些 不安啊忧虑啊 我觉得没必要 因为这个任何一个机构 像FBI像CIA 他调查要拿出证据的 他没有证据 不会轻易的来冤枉一个好人 那么现在我们来评价一下 目前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 我想请问一下夏明博士 实际上这种调整呢 在美国朝野 还是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 那么你如何来评价这种调整 对我觉得这种调整呢 是美国的一个全球派 跟美国的本土利益派了 他们建立一个冲突 同时也是美国的 你可以看到金融为代表的利益集团 和美国本土的这种 尤其是以地产或者制造业了 还有农业了 那么唯一就是主体的这么一个利益集团 那么有一个冲突 因为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 他当然有他的基督教的力量和背景 当然他会从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来看问题 当然这个看法我不认为是正确的 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呢他有一点是美国的这个几个世界了 他的所有的总统都坚守的 就是说美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美国的命运呢 绝不会由其他国家来的一个主宰 所以当中国提出了要赶超美国 不仅在GDP的总量上要超过美国 而且他要提供中国叙述 要为世界经济提出中国解决方案 另外还有些中国的一些战略家 在华盛顿呢不断的忽悠 就说我们最终在2020 我们的军力就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 2025呢我们可以全面超过美国 所以他们放肆话说 一方面我们可以跟美国决一死战 如果我们胜了我们就成世界霸子 如果我们输了我们还是亚洲霸子 另外呢就像上个星期 我在个论坛上 那么也有就是中国的这边 官方的一些文人呢就提出 我们有所谓的新型的核武器 可以了搞得美国了最后网破于是 所以这些心态呢和这些放肆话语呢 我就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呢 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威胁 所以我觉得特朗普总统他的反击了 其实是表达了美国整个朝野 甚至两党呢对中国的这个威胁的一个 比较共同的一个 那么那个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呢 就是昨天纽约时报 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文章 来评价这个调整 他实际上不太认可 特朗普政府对于这个对华战略的调整 他认为呢就是说 美国对华的政策和战略也好 还是应该发挥美国真正的优势 就是包括像移民啊 美国的盟友啊 还有美国的价值观 普世价值观啊等等 那我想请问一下夏严良教授 你怎么评价弗里德曼这种说法 首先我说这个词啊 这个名字翻译的不够好 因为很容易联想到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 他早就去世了 那么我觉得刚才讲到的美国的一些立国的优势 通过他的价值观吸引了那么多人 美国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是坚持倡导自由 个人权利和法治的国家 市场经济也是占主导地位 那么另外呢 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氛围制度 社会那么就会吸引大量的移民 那些社会世界精英都可以成为美国的精英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是可以不战而胜的 一个长期的价值 所以呢贸易战呢 你说到底是一个临时性的举措呢 还是说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呢 我觉得贸易战它是服务于一定时期的执政目标 也服务于一定时期的战略目标 所以呢它不是一个长久的战略 长久的战略应该是 把人类所共同追宠的自由 法治市场经济这些东西 尤其是个人权利的保障 这个方面呢应该推广 所以刚才下面教授也提到了说 中国最怕的是中国的西方国家的所谓和平演变 其实和平演变对那些落后的专制国家来说 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而且不要用阴谋论的角度来讲 因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希望另外一个国家好 而希望它好的话这个路径就是希望人民有自由权利 有发展的机会 怎么能叫是阴谋论呢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控制得了另外一个国家 所以呢过去中国宣传的就是说 美国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傀儡殖民地 这种宣传是非常的应该说非常老掉牙的成就的 城府的这种理念 现在能够把中国变成某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吗 是不可能的 任何一个国家 就连小国家 二战之后美国把哪个国家变成殖民地了 它有没有可能把日本变成殖民地啊 它有没有可能把其他的非洲国家 很多的落后的南美国家都变成美国殖民地 它本来是可以很方便的 甚至有很多国家主动的提出要加入成为美国第51个州52个州 美国都拒绝啊 所以这种说法是非常的荒唐 好的那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暂时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话题 就是目前关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加强民主管理的这个话题 谈到这个话题呢 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前一阵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个话题 就是有人发表文章 说民营经济应该离场 我想请问一下夏敏博士 你觉得前一阵这个非官方的这种论调 和目前那个官方的这种说法 你觉得两者是相互呼应的吗 对这里边呢 我们也看到人民大学的教授了 前就发表的不忘初心了 就是要废出私有制 那么最近看到吴小平 就是提出民营的经济都要退场论 另外刚才那个叶良也讲到 邱小平呢 我们也提出了就是要加强了党呢 对民营企业的领导 因为这里边呢 就说叶良教授就说他会说的很清楚 因为他是自由至上主义者 因为所谓的民主 民主是这种政治的一种 这个就是智慧了 他不应该用到经济里边去 经济民主这种本来呢 就有一点点那个感觉到比较滑稽的荒谬了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民主呢 他是一种一个就是一人一票的 但是呢在经济里边呢 是一股一票的 所以呢当你要说什么的工人呢 要就是行使民主权利 尤其要在党的领导下呢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 要把私营企业的他们的股份呢 就是给就是吸死掉 或者要把它给就是用党来 通过所谓的民主经营管理呢 来那个控制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 当然是对私营企业的一个威胁 最后我就想说呢 如果他真的想搞所谓民主的企业管理呢 他首先就应该在他国营企业里边先开始进行 那么谈到民主管理这个词呢 就是实际上在中国的官方媒体 包括文件当中 也经常使用这样一个词 我想请教一下夏亚良教授 你觉得民主管理在中国的这种官方话语体系当中 它到底包含着什么样的意思 它本来是民主是民主 管理是管理 它民主管理呢 它把两个混淆到一起去 其实很荒唐的就是 该民主的地方没有民主 比如说政治民主 在中国要想真正搞的话 应该是从政治民主开始 但是呢 它既然跑到私营企业去搞什么的 民主管理 那等于是说你是要强占人家企业啊 人家是创业 人家非常艰辛打拼出来一个私营企业 凭什么要靠你这个 你去强夺人家的资产 在一个私营企业里边 应该是资本力量说话 你要搞的话 你只有能在你的国有企业里面去搞 而且国有企业呢 也不是说你随心手意就可以搞的 因为纳税人 每一个国民 你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话 他们都是当然的这个股份的所有者之一 你比如中石油中石化 那么多的这个大国有企业 那过去是全民的钱 为什么现在把这些老百姓的这个权力都给剥夺掉了呢 变成少数官僚统治阶层的这个自己私有的财产呢 包括像海航 它明明是一个国有资产 怎么变成了私有资产 然后呢大量的国有的这个资源 租进去之后 那跟普通的老百姓有什么关联的呢 老百姓的权力到哪里去了 所以呢要讲股份的话 就是说要用股份说的话来算话 资本力量发挥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就是 你那个企业里边谁占有的股份大 谁的权力就大 所以呢这个市场经济活动通过政治权力去干预 那不叫民族 那是粗暴的这种是一种干涉 所以讲到这个说 中国人为什么就是在乱用 逻辑概念混乱 就是该民族的地方不民族 不该民族的地方乱民族 所以这个是非常荒唐的 怎么能说你这个 比如说人家李嘉诚的企业 你假如说是在中国大陆 你是不是要派党组织 进入李嘉诚企业去管理 然后你说让这李嘉诚企业的员工 成为决策人之一 然后大家都 过去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管理层的这种股份制吗 管理层是不是要 每个人体现在股份的这个价值上 代表上 那么那些国有的大企业 垄断企业 是不是要做一个规定 你比如说你这个中石油中石化 靠什么发起来的 假如说不是靠你的企业家才能 你没有创造那么大的价值的话 你凭什么拿的这个工资收入 是普通员工的几十倍上百倍 那假如说你是国有企业 你主要是由国家赋予了你这个权力 进行民主管理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薪酬不能超过普通员工 平均薪酬的五倍以上 你比如说中石化中石油的董事长 你不能超过普通员工的五倍以上 那么这样子做你才是有可能 做出这样一个所谓民族管理的一个榜样 那两位夏教授呢 实际上都同意就是在民营企业当中 应该是股份说话 或者说一股一票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和国内的朋友呢 就民营企业的那个朋友也讨论过 那么他给我的说法呢 就是说在民营企业内部 实际上很多时候 即使作为股份股权的所有者 他们很多时候做事情 也是和普通的员工又商商量量的 就很有民主氛围 所以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下面博士的意见 那你觉得如果真的要谈所谓民主化的管理 你觉得在民营企业当中有可能实现吗 对因为他民主化的管理这个词汇了 应该是从70年代80年代 他从东欧了 尤其是从南斯拉夫的所谓企业里边的自治治理 或者民主管理来学来的 这种思维是非常成就的 因为现在的话就说 对于中国的私营企业来说 他的重大的挑战不是说要进行什么民主管理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做法了 其实就是说一个家族企业 怎么样像一个现代的一个知识化的结构 和管理方式转变的问题 因为他如果有一个健全的董事会 有一个健全的这个管理层 而且这个管理层所谓的在美国叫做经理革命了 那么在70年代了就已经这个完成了 如果我们想象就是说中国的企业 私营企业民营企业逐渐向现代企业的方向迈进 其实是目前最需要的 而不是要扯出什么民主管理 而他的民主管理是一个幌子 也就是为国家控制私营企业 国家掠夺私人财富 破坏私有产权 我觉得开了一个绿灯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这两天实际上也发生了很多相关的事件 昨天习近平在辽宁访问的时候 他参观了一所民营企业 那么其中他就强调了一个说法 说要毫不动摇的支持民营企业的这些发展 还有前两天 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说 政府要消除民营企业投资的各种隐形障碍 那看起来中国官方还是很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夏宜兰教授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矛盾呢 非常矛盾 因为习近平这次视察 他不但视察了民营企业 他也视察了国有企业 他在每个地方说的话 都是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官员有一个东西 他就把我们要我们要 我们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要要 但是他不知道有些东西 他本身是有抵触的 全世界没好的东西不可能 我又要熊掌又要鱼 我又要这个没有成本 我又要每个人都满意 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这些都是不动脑筋的 没有基本的知识和这个技能 没有这个长期的这种经验的人 在胡说胡话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 那你像那个毛泽东时代 他不是也要吗 他也要国民经济大幅度的增长 他也要老百姓人人心里面都满意 但实际上那种制度和氛围 怎么可能达到 现在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倒行逆施 他所要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要不到的 他要的就是共产 这个所谓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他通过物理方式可以把它做大做强 但是呢这个墙是假的 你比如说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某一个大国有企业 但是最终他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他没有真正的价值 他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得到真正的广泛认可 那最终呢他还是要败下阵来 那么关于目前民营企业政策的调整 或者是有关的迹象 有很多人担心说这是新的公私合营 那下面博士 你觉得这真的是意味着某种公私合营的倾向吗 对 我认为是有这个倾向 而且非常危险 这里面呢 也和习近平刚才讲的这话 或者李克强讲的话呢 可以做两种解决有关 因为如果我们看看上个星期了 这个五十人论坛 里边就有人提出 现在当然一句话 有一个人说就是看民营企业是哀鸿遍野 另外一个人说对民营企业要生成的方式 现在恐怕呢是要靠近国营企业 由国营企业来收购它 给它提供某种保护 让它能够在新的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中呢 不至于被那个全部给摧垮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政府和尤其共产党呢 在利用目前中国这些那个经济危机 一方面为了加强它的控制 维持它的政体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又打出一个新的诱人的旗号 就说我们是帮助民营企业呢 能够渡过难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当然也就习近平和李克强 他们说这些话 好像是这是我们在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那么它的方式就是说 啊好我们就走公司合营 因为有国家为你撑腰 因为中共的这个中央电视台呢 经常说的一话就是说 所以国家这个就是平台 撑就这个国际品牌 所以它现在就是用国家呢 要把国营企业呢 跟民营企业呢给绑架在一起 当然就是傅营企业去 收购民营企业 或者去完全是抢夺民营 这我要插一句 就是说首先 我们老是讲民营民营 实际上民营就是私营 因为在中国要避开私这个词 但是在英文里边都是同一个词 叫private firms 那么在这个民营企业 或者私营企业里边 那假如说有党来领导一切 那党是不是要负责啊 亏损的话 是来党出钱来赔吗 如果要是讲这个企业要垮了 要破产了 是不是由政府来出钱来进行收购啊 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债务形势 怎么来处理啊 这个就是党政不分 然后国与私不分 就国企跟私企混合到一起去 所以这个所谓混合制 混合制呢 这个它是混水摸鱼啊 就希望将来慢慢的 就是由国有企业最后混合 一混合把私有企业都混合没了 所以这次五十人论坛里边也有人担忧这一点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谈论的这两个主题呢 都和目前中国经济的状况有关 也和目前美中贸易战的这个大背景有关 目前呢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当中 出现了很多问题 那么相对来讲 自由亚洲电台的很多的报道和评论节目呢 也越来越集中在这个领域 那么也请各位观众 在今后的节目当中 锁定自由亚洲电台 好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周再见